大家好 百教王面前的分配就有两盆蓝莓 这两盆蓝莓呢 这盆已经干枯了 这盆已经被救活了 这两盆都是同一天栽种 同一品种 同一颗花盆 同一脊柳栽种的 为什么这盆干枯的这么快 这盆却被救活了呢 其实呢 我就需要给它换了两次这种二莓林 这种二莓林起到根斧的作用的 防止根斧 或者是在根斧之后呢 浇灌也是能够让它很好的继续生长的 因为二莓林呢 它的作用是特别的广泛的 烂根 根斧病 枯萎病 还有黑斧病 黑剂病 净斧病 等一些病害呢 起到很好的救济作用的 或者是在我们给它栽种之前呢 给它做一个简单的消毒处理就可以了 这样就减少感染的几率了 防止呢 这些病菌呢 在盆土中滋生 或者是栽种夏季之后呢 按照一定的比例 浇灌也是可以的 15天到20天浇灌一次 因为这种产品呢 它是可以起到土壤的一种杀精消土剂 通过土壤浇灌之后呢 就能够把一些疾病菌通通杀灭掉了 这样就能够达到预防根部出现一个腐烂 还有这个病害的出现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两盘 我这两盘呢就是做测试的 这盘没有交过二美零 这盘呢交过了两只二美零的 一般比例的话呢 都是按照三到五滴的比例 对上大概一瓶矿泉水 15天到20天浇灌一次 这样就起到根腐的作用了 这样把一些病引菌给它杀灭掉了 它才能够很好的生长 所以在我们发现它快要干枯的时候呢 继续做一个简单的处理就可以了 只要把一些病引菌给杀灭掉了 它才能够很好的继续生长 只要按照这些方法计较去染护 相信你也可以把自家的一些蓝莓 或者是其他一些活烂的植物 也能够让它即死为生的了 我就是使用了这些方法 把自家的蓝莓给救活活来的 好了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了 这里呢希望方法对大家要帮助 下期再见